声声不息嘉年华开播以来,全场歌手火力全开,声声不息,收视率破三亿,陈楚生一封家书,唱哭全场,陈楚生玉克维唱的相约1998更是深入人心。 但这位哥哥却唱的全场最差,节目播出有五大亮点。 仗天的一开始,就是谭维维和宋亚轩合唱的山河图,节目组专门到长城拍摄了MV,诚意满满。 谭维维驾驭这首歌毫无压力,宋亚轩的实力应该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身为偶像的她台风非常好。 但可惜的是,宋亚轩面对的是谭维维,尽管确实能看出她尽力了,但还是被谭维维压得很厉害。 本季节目的大姐大韩红演唱了唱之山歌,虽然已经五年没有唱现场了,但韩红依然饱到不老,轻轻松松驾驭这样的高难度选曲和编曲, 后续节目必定能带给观众更多惊喜,期待她能和谭维维合作。 致敬春晚环节过后,四位歌手翻唱了那些年春晚舞台上的经典作品, 真处生和于可维合唱了《想约1998》,两位内地中生代细腻派唱法高手双剑合璧, 大概率会是一首音乐平台上的出圈作品。 做视频不易,先点赞,后观看,人生更灿烂。 一,爱人情景戏剧,点开之前完全没想到这一期的爱人设恐尴尬正名场面, 居然是周深、汪苏龙以及宋亚轩提供的。 宋亚轩年纪小,谨慎不自在很正常, 而周深和汪苏龙给人的一贯印象都接近标准依然,谁知道呢? 这俩在各路前辈面前连续上演多极寓意变爱, 主打一个让我的设恐和尴尬成为你的笑点。 一群人长桌落座,怂散聊天,周深三位表现好像凳子烫人, 做不得一点,积极抢活干。 听说要倒水,汪苏龙火箭一般成为电小二冲了出去。 就这点活,周深还很恋恋不舍,试图跟着忙活。 寒红发现水杯不干净,这仨举动和听见仲彩票一样高兴。 一度让我觉得,好像是课堂上想走又不敢走的可怜娃, 听见夏克林,飞奔而去忙着洗杯子。 拿着一个容量很小的水壶,讲究着凑合着忙活洗杯子。 吸的干部干净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人人有活干。 周深仿佛参加了一档家务节目, 和汪苏龙抬桌子试图努力放慢速度拖延时间, 发现桌子上有水又玩笑,这点活我能擦两极。 最好笑的是和古剧机打招呼。 周深拽了拽汪苏龙衣服,小小声提出主动去打招呼。 汪很诧异,居然这么勇敢这么依人。 微碎而去,两位大伙人光明正大站在光下, 却很像努力念叨,我是隐形人,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贴墙根。 那香古剧机和毛阿米热情寒暄, 周深小小声不愧是歌手,气口好长了, 等啊等终于等到所谓气口,上前打招呼。 前辈们没有任何怠慢,欺负他们的意思, 聊天属实没看见,一整段都很可爱好笑。 各路综艺节目中,不熟悉的嘉宾们除相见之时的尴尬反应, 素来始终要看点之一, 抛开一切技能、身份、场面的不同、 社交困境、难点、心理情绪、体验总能有连贯的共通之处。 这仨位努力占小孩内桌的表现, 归根结底、情绪根源或许是社交尴尬, 以及前辈大场合的紧张感, 并不是真近而远之的森冷距离感, 而是一点暂时手足无措的小小不自在。 你看,他们嘀嘀咕咕,叙叙叨叨, 小小声忙忙碌碌的场面, 既有可爱的综艺观感, 又有不刻意的哈哈哈哈人均在演我的共振辐射空间。 二,总观的故事脉络和价值感。 这一季声声不息的阵容, 四手五入算歌手半壁将删了, 一样的唱将云集, 不一样之处或许就在于声声不息开场时, 有对音乐综线脉络的梳理。 这一季不同于港乐季、宝岛季, 并未放大到整个华语流行音乐。 幅度太广,作品太多, 节目组的做法是段落式、点面式, 前份大致时间段, 梳理中央脉络, 再在每一段之中选取典型和高光予以展开。 将影视剧歌曲的部分, 对四大名著改编经典剧作的呈现方式, 是每部来依据经典吐槽。 枯造遥远的经典剧作, 和高频出现的UP主吐槽素材, 形成了亲切又微妙的叠加效应。 事实上,我最感动的是, 节目对抗美援朝那一段的呈现。 虽然篇幅短, 但是是周正的纪录片专题片近视感, 不会被综艺节目的娱乐性干扰, 也不会生硬刻板有劝退感, 没有任何对历史对先烈不敬的意思, 精进形容手法。 这几年中, 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剧数量不少, 知名大导演们操刀指导的电影频频频出现。 尽管影视剧不同于纪录片, 但相关背景主要节点中央脉络大体一致, 也就是说节目中这一段往事, 我们大多并不陌生, 但你不会觉得重复, 更不会觉得生硬, 很动人。 生生不息中, 这一段的旁白不是职业配音, 而是当年的亲历者, 是英雄, 在苍苍暮年悠悠讲述, 穿透岁月和烟火, 怀念他的战友们。 斗人的永远是英雄本身, 是那段血火往事, 是长眠于异国他乡的他们。 咱们年轻的战友们接你们回来了, 当年咱们上战场差不多也是这么大, 他们现在有知识有文化, 比咱们还强啊, 老战友们你们看看, 这是现在的中国, 这是你们的家, 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可是越来越好的日子, 我越想你们。 类下, 无论是数位英雄冒蝶之年讲述往事, 还是牺牲的烈士19岁20岁的年纪出现在屏幕上, 抑或是迎接烈士们回家的礼径, 都让人素人, 让人敬重, 让人动容。 你看, 生生不息是一档综艺节目, 有娱乐需求, 前文所述周深, 汪苏龙, 宋亚轩社交尴尬找活的内容是娱乐下饭素材, 没有任何指责节目将严肃内容娱乐化的意思, 是两个多小时内容中, 不同的段落。 同时, 这也是一档颇为周正的音乐节目, 音乐作品本身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 具有严肃的价值承载功能。 道合树表达和内容之间的永恒关系, 有追求的综艺节目总要试图给出答案。 自先常有吐槽, 说这届综艺往往映上价值, 要么落入空心的荒诞境地, 要么架在映上升上将上的割裂困境中, 而生生不息嘉年华第一期呈现不错, 不僵硬, 不割裂, 不顾此失彼, 更不彼此削减。 三, 行走的唱片机合集, 最后当然要夸各路嗓子里自带唱片机的歌手们。 卯阿敏开口, 嘖嘖嘖, 大姐大就是大姐大。 黄岐山这一期的情歌, 潺潺绵绵丝丝屡屡入情, 入戏入心入骨。 古剧机穿了一身很帅气的大衣, 衣服肩膀特别宽, 他坐着时我挺疑惑, 真是把做山雕的宝座穿肩膀上了, 不影响他帅哈等他登台唱上海滩。 哦, 合理了, 这一版编曲也挺然挺振奋。 红歌部分, 谭维维一意如既往的大气, 手放自如。 寒红版本加入了小朋友不同语言的版本, 更有代代相传的恩情感。 胡彦斌和张奇这一版中向前进, 向前进, 曲风很摇滚, 很奋进, 有点意外, 有点喜欢。 之前属实没想到, 这个歌和这种画风的编曲呈现, 居然能这么契合, 有被燃到。 欲可为唱校园民谣的代表作之一, 恋恋风尘, 他的版本我也挺喜欢。 他有青春的清澈, 又时光畅畅恋恋的遗憾, 又有仿佛尘封在时间里的琥珀一般的晶莹。 同时呈现出一种很年轻的清澈, 和回望往世的浓郁, 仿佛自带时光沙漏, 又仿佛永远和往世溢水之隔。 日日思君不见君, 往世卖卖不得语。 称畜生唱一封家书, 看见歌名时, 我并没能将名字和内容对应起来, 知道他开口方才恍然啊, 原来是这个。 称畜生强烈的朴素的倾诉感, 和歌曲特别贴。 真潮, 直接, 如同某个冬夜突然让你牵挂的一碗古香的汤的味道, 看似无甚调料清清淡淡, 但又似乎有大道质简的绝招, 一击顺便唱哭了毛阿敏。 上台唱歌的歌手周深, 和这点活能干两期的艺人周深, 判若两人歌手的专业素养, 独特的声线, 强烈的辨识度, 以及永远有笑点的综艺感, 给予一体很是宝藏。 听他唱歌, 永远像看一匹精品丝段在银河里闪闪发光。 没啥别的要求, 就是希望以后周深演国年亲戚长辈们面前尴尬的我的场面, 能多点哈哈哈哈, 年华真真很容易理解, 年华不必解释真真呢。 难其书详睿睿东胡有声真真, 又绝得泉, 费勇若浪。 这个真真是响声词, 形容撞击的声音, 年华真真放在一起就很好理解了。 省省不息加年华的显导片, 其实就是年华真真的声音, 这是自笔。 接下来的于思为圣就更有趣了, 普通观众可能会忽略了湖南卫视百万文案们的匠心独运, 或者说自谦式的垂牛皮。 于思为圣出自论语泰博唐鱼之计, 于思为圣本为孔子圣赞周五王时期人才鼎盛局面。 表面上看, 宪导片当中用于思为圣是说, 中国音乐当下已经进入到了人才鼎盛的局面当中, 但同时这里边还藏着湖南卫视人的一种文化小傲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为楚有才, 于思为圣是湖南长沙越路书院山门上的营连。 省省不息嘉年华先导片当中说于思为圣, 其实有隐藏意思, 就是那个上连为楚有才。 简单讲, 其实就是小傲娇的说, 我们湖南这边就是有才。 湖南台有没有才呢? 从省省不息嘉年华的先导片来看, 他们是真有才。 做综艺能够做出这么高级的文化感来, 也是屈指可数的。 为楚有才, 圣人不骗人。 省省不息三首播, 游缺点明显, 选取编曲平淡, 真人秀又嘎又好笑。 在内娱阴宗市场, 一支独秀的芒果可谓佳作评出, 甚至每一个戏份领域都有能够称门面的代表作, 而省省不息就是进场阴宗领域的标杆之作。 省省不息一经播出便引发现象及讨论, 无论是港月季还是宝岛季, 都真正找到了契合年轻人视角的表达, 节目获得话题和收视的双赢, 拿奖拿到手软。 芒果也开辟了全新的英宗赛道, 成功播出两季节目后, 省省不息第三季节目也如约而至。 12月2日, 省省不息嘉年华迎来首播。 省省不息嘉年华可以说是微波鲜火, 节目组和吴和麒麟联合打造的节目海报率先出圈。 这一张海报细节满满, 信息量多, 展显文化底蕴, 也彻底把节目的格局彻底打开了。 一座庭院里, 树枝上的红丝带写着天佑中华, 国泰民安的祈愿。 树荫下, 帐辈们围坐在桌边, 五个人正好是国旗上五星的样子, 连方向都是一样的。 树的影子是雄击地图, 爸爸妈妈怀抱的小男孩, 一个红色紫金花, 一个绿色莲花, 本像爸妈的孩子, 影子是宝岛台湾的形状。 省省不息, 嘉年华不仅宣传海报利益深远, 宪导片更是直接让人泪目, 百万文案大格局, 大叙事完全可以拿来当范本。 滋养这片土地的从来不是天降的运气, 而是一代人的碧露蓝绿与前赴后继, 年华正正于私为胜, 可以为家, 为之中华。 和前两季一样, 芒果的百万文案, 依旧是业内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省省不息, 嘉年华先导片将百年中华音乐史串联起来, 将音乐置于家国命运中去讲述, 殷宗的格局和利益一下就起来了。 节目组在嘉宾的选曲上也藏着深意, 庞中华和蔡国庆两位嘉宾的采访内容让人泪目,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用过庞中华老师的字帖, 他对于自己名字的解读和那一代人的理想抱负让人感动。 蔡国庆放弃国外的奖学金, 最后选择现场亚运会, 当他表示我的一生要为我的国家歌唱时, 突然就明白为什么他能成为得意双心的艺术家了。 一档音宗节目能否封神, 除了内容策划、文案、剪辑外, 最终要看的还是音乐属性的内容。 嘉宾阵容是否有火花, 选曲编曲是否出彩, 舞台是否出圈等, 都决定了一档音宗节目的最后走向。 生生不息, 嘉年华手机节目140分钟内容, 14位嘉宾演唱了17首歌曲, 满满的回忆沙, 比演唱会还有过瘾, 但是节目大格局和高热度背后也藏着的一些问题。 其一, 嘉宾阵容足够强大, 但是熟面孔太多也让观众缺少新鲜感, 流量歌手更是一把双刃剑。 其二, 首期节目选曲和编曲较为平淡, 加上歌曲背景内容介绍篇幅过长, 给人一种纪录片中传插歌曲表演的错觉, 大大影响了节目观看体验, 有种强烈的割裂感。 其三, 真人秀环节给人一种又尴尬又好笑的感觉, 嘉宾之间明显不够熟络, 还需要进一步打磨。 阵容强大, 流量呈双刃剑, 纵观整个阵容和芒果热门节目都有着深厚的渊源, 有浪姐批歌的总冠军王心灵, 陈畜生, 还有半数我是歌手三的原班人马。 黄岐山, 毛阿敏, 玉克维, 周深, 汪苏龙等人都和芒果有着深度合作关系。 整个嘉宾阵容非常强大, 专业歌手和实力唱讲扎堆, 保证了节目演唱的水准。 不过太多综艺老面孔出现, 也让很多网友出现严重的审美疲劳。 和马佳琪一样, 宋亚轩也成为这一季节目重点力捧的对象, 不仅唱了开场曲《山河图》, 还有独唱歌曲《把耳朵叫醒》, 快乐只能在希望的田野上等合唱也有他的身影。 芒果平台这一期节目的封面和标题也直接给到了宋亚轩, 可以说用意非常明显。 节目开播后, 社交媒体一片欢腾, 弹幕里夸赞生一片, 各种数据也很抢眼, 但是一看舞台和真人秀内容, 整体表现中规中矩。 只能说流量是一把双刃剑, 节目组用好了事半功倍, 用不好了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宣去编曲平淡毛阿敏出彩。 生生不息嘉年华手机节目, 重点梳理了百年中华音乐史, 宣取了不同时间节点上具有代表性的歌曲进行演唱。 红歌, 春晚歌曲, 今天影视OST都有照顾到, 嘉宾们的演唱也很卖力气。 不过歌曲整体缺少代入感, 编曲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 一些歌曲的选择也不具有代表性。 一旦遇到观众不喜欢的歌手或歌曲, 就有想快速拉动进度条的冲动。 周深演唱的跟着你到天边, 瞬间把人带回到如烟的岁月里, 悠扬的吟唱让人陶醉其中, 满满的故事感和画面感。 英雄、赞歌游击对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红色歌曲缓发出新的生命力。 谭维维、韩红等歌手的演艺振奋人心, 但胡彦斌, 长起的演唱让人分分钟出戏。 红歌这么编, 这么唱直接变了味儿, 着实让人浑身不舒服。 称畜生, 欲可为何尝的《详阅1998》, 将观众的思绪一下子带到春晚的美好记忆中。 充满慈性的男生与婉转的女生交织在一起, 威威道来任务戏无声。 我的眼泪只有你把耳朵叫醒等歌曲同样唤醒沉睡的记忆, 直击行底最柔软的角落。 谁上海滩, 你快回来等经典OST一一被传唱, 也带着观众回到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 满满的回忆涌上心头。 知道黎巴强的影子出现, 毛阿敏一开口, 这才是中华季应有的味道和品质, 大姐大真的是震住了场子, 让人泪流满面, 可惜毛阿敏只是个飞行嘉宾。 生生不息, 前两季节目开场表演都非常震撼人心, 一下子就能把主题立得住。 有些遗憾的是, 生生不息嘉年华的开场曲《山河图》 并没有给人带来太多的惊喜。 究其原因, 中华季可用的歌曲太多太多, 这首《山河图》显然不能成为典型代表, 不够深入人心。 浪姐节目已经唱过这首歌, 观众的新鲜感也打了折扣。 谭维维, 宋亚轩从长城唱到了演播厅, 但没有唱出歌曲的棒驳气势来, 高音也不够浑厚和有春透力, 年轻的宋亚轩显然撑不起这首歌。 本期节目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的大合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前奏一响, 让人忍不住跟着合唱, 忍不住热泪盈眶, 嘉宾们都唱出了自己的特色, 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为我们的生活量身定制, 这才是经典歌曲的魅力所在。 真人秀又嘎又好笑, 嘉宾需融合。 声声不息, 嘉年华以街道的形式把大家集结在一起, 每个人都是街道居民, 吐出家的概念。 节目组用了近半个小时的篇幅展现大家集结的情况, 但是这一部分真人秀的内容尴尬中又带着好笑。 虽然有些嘉宾之间有过交集, 但是大家放在一起明显有些生疏, 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磨合。 自先有李健、奈英等人活跃气氛, 这一季的大哥大、大姐大人物的综艺感还需进一步挖掘。 大家坐在一桌上, 前辈有前辈的融洽, 晚辈则悠有晚辈的尴尬, 整体气氛很微妙。 王苏龙周身两大显眼包像极了公司团建被强行拉出去给老板敬酒的员工。 好在他们自带综艺属性, 有限的真人秀片段中供下了不少的笑点。 周身不仅能变化各种声线音色, 贡献绝美的舞台, 他的口技也是一绝。 在与何炯的互动环节, 周身模仿留声机惊艳众人, 也成了这一期节目的一个菜蛋。 声声不息, 嘉年华首期节目的利益立住了, 节目的格局也凸显出来, 但那剪辑确实有些评, 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 最后导致重点不突出。 一旦音乐不够纯粹, 观众自然没法共鸣, 希望下一期节目能够回归音乐本身, 期待歌手们的惊艳表现。 对于声声不息, 贾年华首期节目,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